來互相聯絡對不對 欸假是怎麼樣 假這邊其實是由 丙友做這個錄音齁 而且是得假同意齁 得假同意齁 那這樣子的話我錄得的他們的這個內容齁 他們的這個陳述啊 可不可以作為證據的問題啊 有沒有侵害到通訊秘密的問題 就是得一方同意監聽的錄音 這一段可不可以作為政治使用的真點 那食物間諜有采合法說 學術上也有采合法說的看法 那他們很簡單 其實食物間諜他的縮理比較少啦 所以我們可以補充 王正宏老師他們 美派他們的利潤基礎 他們認為說為什麼 這樣子是OK的 合法說跟違法說嗎 所以涉及到這個題目都是要兩說並成 為什麼合法啊 像王正宏老師就會舉出啊 欸 虛偽朋友理論跟風險承擔理論喔 王正宏老師說啊 今天怎麼樣 人類社會必然出現會被 朋友出賣的風險 相信各位應該都有經驗啊 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 總而言之就是出賣的行為嘛 欸小朋友就會怎麼樣 例如說欸 欸小王我跟你講喔 小明我跟你講喔 我按念班上的小美 啊你不要跟別人講喔 隔天你到班上就怎麼樣 全班都知道你按念小美 對不對 一定會怎麼樣 被朋友出賣的風險 所以你當下你要跟他講這個秘密的時候 你就要去自己評估一下 欸他是不是這個大嘴巴的人啊 他會不會 我剛講這個他會會洩漏出去啊 如果還是要決定跟他講 我就要承擔這個什麼 承擔這個風險吧 所以在說風險承擔理論 跟虛偽朋友理論啊 一個很 一個很 很消極很厭世的理論啊 所以他說今天怎麼樣 你假 不應該說是乙啊 他從乙的心態來講 你乙要跟人家假講電話 你就要去承擔說什麼 他有可能跟你講完之後 就把你們 這個公訴啊 去跑去跟第三者講 甚至是怎麼樣 直接同意別人來聽你們的 談話的這個風險啊 你乙你應該自始就知道了 所以你乙啊 我就推定你知道 所以乙啊 你在跟假講電話的時候 你對於我們的這個談話 是沒有任何的 合理隱私期待存在 很了解嗎 其實美派很強調隱私權嘛 通訊秘密 就在於什麼 你有沒有對這段 對話內容的秘密性 有隱私期待存在啊 啊你一開始就知道說 我講話有可能被出賣 我要去承擔這個風險 那我一開始就對於我們這個 談話的秘密性 沒有合理隱私期待 那就沒有侵害 所謂通訊秘密的問題 這是王仲鵬老師講的 那這樣 楊仲鵬老師也認為說怎麼樣啊 剛剛講的 這個是 風險承擔 你會發現其實風險承擔這個東西 我們在一個同一個地方也 在另外一個強制組分也講過啊 在什麼 得一方同意搜索的 第三人同意搜索的那一塊嘛 你跟人家共用 共租套房 你就要去怎麼樣承擔說 他會讓別人進來家裡搜索的這個風險嗎 你跟別人共用東西 你就要去承擔這個風險存在啊 一樣的意思 那 楊仲鵬老師講的講法 比較清楚 他直接講說怎麼樣啊 通訊秘密這個東西啊 是要由 雙方 共同構築而成 也就是說啊 你認為說我們的台灣是秘密 你也認為說我們的台灣的秘密 是秘密 那我們這個東西 才有所謂的通訊秘密可言 這楊仲鵬老師講的齁 要由雙方共同構築 所以今天啊像 我剛剛的例子 欸小米我告訴你喔 我喜歡我們班上小美 我就這樣子而已 就隔天他就跑出去亂講啊 應該喜歡小美啊什麼什麼的 我就一定會問他 欸 你怎麼把這件事情跟別人講 我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才跟你說的 這個東西 你怎麼會到處跟別人說 他就說蛤 我不知道不能講欸 什麼什麼的 這個時候 假設他真的不知道好了 那 他對於這段談話是沒有什麼 沒有秘密性的認識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不能說什麼 我就不能說我們的這個談話是有秘密性的存在 但如果我今天講了說 欸 我喜歡小美喔 啊你這個不要跟別人講喔 他自己也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這段內容才有什麼 秘密性可言 那今天呢 欸 假怎麼樣 他去同意別人 所以他早就認為說我們的這個內容沒有秘密性了 那通訊秘密就沒有被建立起來 自然也沒有侵害通訊秘密的問題 這樣你理解嗎 所以這是 這是 美派跟楊玉華老師有提出的啦 然後 很簡單 由通訊雙方共同構築的才有通訊秘密存在 那違法說他認為是什麼啊 其實很簡單 違法說他認為的一件事就是怎麼樣 通訊秘密不是由雙方共同構築 通訊秘密是怎麼樣 假 你有你的通訊秘密 以你有你的通訊秘密 所以你至多只能放棄你自己的通訊秘密 可是你不能代以去同意說怎麼樣 去放棄這段內容的秘密性啊 因此 這個違法說會認為說啊 通訊他方的隱私權 隱私這個期待 也應該要予以保障嘛 你自己放棄你的 可是你怎麼會去 直接代替以來做同意嗎 他還是對於這一段的秘密性有隱私期待嘛 除非他也知道這件事情 他也同意跟你錄音 對不對 否則他對於我們 談話內容的秘密性是有隱私期待存在的 那自然就怎麼樣 還是有侵害通訊秘密的問題 所以 違法說學者會認為說啊 通訊雙方啊 各自享有啊 通訊秘密的隱私期待 所以你另外一方就不能怎麼樣 代替我來做同意啊 所以在寫法上啦齁 我會建議這兩個一定要可以寫出來 因為他剛好可以做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齁 肯佛兩說的強烈的對比啦 齁 然後後面要看才哪一個都OK 齁 就看你這個本題的發展怎麼寫會比較順 齁 所以這個是得一方同意監聽的問題 齁 得一方同意監聽的問題 好 再來下一個真點 過去已經結束的通訊內容 齁 過去已經結束的通訊內容 齁 來什麼叫做過去已經結束的通訊內容啊 例如說什麼 欸 我們 雙方的這個 LINE的對話紀錄啊 對不對 我們的電子郵件啊 齁 或是我發給你的傳真啊 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 算不算是通保法的保障範圍內 如果我要去取得你的電子郵件的紀錄 我要去取得你LINE的 對話 的這個紀錄的話 我要不要去申請 通訊檢查書 的問題 齁 要不要去申請通訊檢查書的問題啊 齁 那其實這種過去已經結束的通訊內容 直接跟各位報告 實務健檢認為啊 他有沒有通訊密歷存在 有 但只有在哪一段 發送的當下 所以例如說啊 今天我怎麼 像我們假設電子郵件好了 齁一樣 假今天要發一個電子郵件給你 他其實並不是直接這樣過去 他其實是這樣 這個電子郵件的封包會到 例如說Google 然後呢再過來 對不對 其實電子郵件是這樣子傳的嘛 好 OK 所以呢今天啊 如果我今天 我的警方啊 在這邊 我就 擷取了 這個時候 這個電子郵件其實還在什麼 傳遞的過程中 也就是說 已看到了沒 還沒 所以已還沒看到 這樣子就擷取 絕對會有違反通報法的問題 因為他還在通訊的過程中啊 但現在其實怎麼樣 如果今天是已經什麼 已經收到了 然後我再從這邊去拿的話 他的通訊已經結束了 因為他這一段已經跑完了 當然這一段跑 在我們現在電腦處理 可能怎麼樣 可能一秒而已 可能一秒甚至不到 所以變成這個通訊過程非常的短嘛 所以因此如果你是要去擷取人家這個 通常一定是要從什麼 跟這個 甚至這個Google 去有要求他配合還是怎麼樣 等等才有可能 還沒拿到的時候 例如說 馬上備份一個給警方 然後再送他給他 那這樣子還是有什麼 還是有這個侵犯通訊的問題 那如果今天乙方指是怎麼樣 例如說乙在作證的時候 說他有收到假的一些 郵件什麼的啊 然後警方要求他提供等等 那這種就是已經完全結束通訊了嘛 那已經完全結束 他拿到的東西 就不會有侵犯通訊秘密的問題 他至多只會違反什麼 一般隱私權 就像我跑去你家 收到什麼 你收到的這個假的這個 這個信件 一樣的意思啊 他只會違反隱私權 因為他通訊過程 2024